有好地下艺术空间花莲日日大会艺术共同执行的 Amigo艺术街街区一起来开幕活动即街区导览 原本预计在12号下午举行因为参数台风影响延期到19号 今年以艺术家老建筑为主轴 期盼邀请更多民众走入街区走入店家 感受艺术就在日常生活里 历经多时 今年以艺术家老建筑为主轴的Amigo艺术街区一起来再次回归 不过原本预计在12日下午举行开幕 因为参数台风影响将延期到9月19日下午举行开幕 今年与街区加入更深层的互动合作 带来艺术家驻春 驻店创作展出 老建筑文史调查 讲座工作方导览等 期盼将街区建筑艺术历史与店家更紧密的扣合 另外像是花莲铁道文化园区 也赶在台风来临前做好房台准备在12日修馆 以及花莲铁道电影院 原本要在12日放映的电影 延后到10月16日跟17日 另外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除了酿式及取消 12日举行的东台湾策展人讲座 延期到9月25日 12日花创学堂延期到9月26日 更多详细活动是否延期或取消 可搜寻各官方脸书粉丝页 了解更多 记者讲帮演华人师报导 invert并且发音乐 也许像